您现在正在收图的 王的女人谁敢动 作者 烟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千学 第1642集 小樱桃一手将钱袋拉了进来 大家都凑到了一块 多少呀 好像还不错哦 我也看看 咱们分了吧 不少人都是第一次参与婚礼 最重要的是 今天的环节都是大家从未见识过的 大家心情好也兴奋 在小樱桃准备瓜分红钱的时候 大门再次被敲响 能开门了吗 凤江的声音传入 坐在不远处的凤九儿 哭着唇笑了 此刻院子中间大道两旁 都摆好了桌子 桌子上放着美食 大道尽头 放了一张最大的桌子 桌子后面 乔木坐在铺上毯子的长椅上 不仅是凤九儿 乔木也时不时仰起嘴角 如此婚礼仪式 他甚是喜欢 凤江的声音 让准备分更的人反应过来 好吧好吧 小樱桃摆了摆手 诚意挺足了 星儿 雪飘 放他们进来吧 公星儿和冷雪飘 同时焊手 冷雪飘将铁链解开 公星儿握着一双门把手 轻轻将门拉开 后退 小樱桃低喊了声 姐妹们往后退的同时 大门被人在外面推开 为首之人 是穿着大红新郎官服的凤江 紧接着是玉京风 龙衣 行子舟 最后地乌牙和剑衣他们 分别站在凤江两旁的位置上 十一位男子 站成一行 站姿没什么特别 却让人一下子就移不开目光 就连凤九儿都不自觉多看了一眼 目光回到自己男人身上 丽无牙 身姿挺拔地站在那 在对视凤九儿那一刻 眉头微微一簇 凤九儿抿着唇 最后给她竖起一只大拇指 我不就是多看了兄弟团一眼吗 她吃醋了 等一下 小樱桃张开手 挡在凤江面前 其余的女子也在俊逸美男子身上反应过来 手牵手一裂扑开 小樱桃左看看右看看 收回视线 昂首挺胸 看着凤江 要娶咱家乔牧 必须赢得接下来的笔试 听懂吗 嗯嗯 凤江汗手的时候 目光还未从乔牧身上移开 我的新娘真美 小樱桃 试什么笔试啊 尽管提 欲清风甩甩自己青丝 有些得意 小樱桃看看大家点点头 收回举起的一双手 既然如此 大家就坐便是 反正在结束比赛之前 不能带新娘子离开 不能耍赖 不会不会 行子周摆了摆手 走了出去 小樱桃 咱们坐哪儿啊 坐下来说 你站太久了 小樱桃被牵着小手 小脸一红转身 坐这儿吧 十一哥哥 我们也坐 坐这儿 新二过去 牵上龙十一的掌 十一哥哥 我今天很高兴 你高兴吗 嗯 龙十一和龚新二 一同落座 凤江往前 朝主座方向走去 欲清风 来到冷雪飘跟前 伸出掌 最后还是不敢牵 只能挠挠脑呆 冷雪飘不说话 转身往一旁走 欲清风 啥也不说 一脸雀跃跟上 坐在长椅上的凤九儿 招了招手 两抹高大身影 同时往他走去 凤九儿 眨眨眸 挪了挪身子 坐在长椅正中间位置 地乌牙和剑衣 同时曲起长腿 一左一右 落坐在他两旁 凤一南和月沁淳走了 段柳央 看了赵玉生一眼 赵玉生看着段柳央 挑挑浓眉 走 一起 沈戎儿 看着大家都成双成对 眼底泛着光 沈姑娘 请 杨生拱了拱手 沈戎儿回眸 含笑 亲汉手 又一对 在自己面前经过 龙衣皱了皱眉 回头看向我 凤九儿 九儿小姐 这是 你喜欢谁呀 凤九儿 含笑道 龙七大哥 咱们坐一会儿好不好 小田轻轻拍了拍 龙七肩膀 可以啊 龙七 俯视面前小姑娘笑道 走 小田转身的时候 整张脸都红了 等所有人都落座 门内站着的人 就剩下龙衣和龚新月 龚新月不说话 抬眸时 迎上了回头的龙衣的目光 龙衣嘴角微微一动 摆了摆手 新月姑娘 请 请 龚新月汉手 局部朝剩下最后一张桌子走去 没人告诉他 座位居然是这样的安排 不过 现场本来就有几双 如此安排位置 也好像挺正常 凤江和乔木坐在了一块 早就你浓我浓 小樱桃被行子舟 伺候得很舒坦 但说好的 要完成比试 才能将新娘子带走 那就必须将比试进行到底 好了 小樱桃站起身 来人 上药 两个家丁抬桌子 几个丫鬟端托盘 很快 中间桌子上 摆了二十个盒子 这儿有十种药材粉末 男女双方 各派一位代表 猜药 药是你们能猜过我们的人 算你们赢 小樱桃说了游戏规则 吃你们准备的药 这这 太不公平了吧 龙七皱眉 我们也不知道 他们选择了哪几种药材 而且比赛是蒙着眼睛 小田解释道 龙七挑眉 最后点点头 那行吧 他抬眸看向凤江问道 江青少 咱们该选谁来完成这任务呢 我来 小樱桃身旁的男子站起 小樱桃回头看着行子舟 你确定 你是荣儿对手 试试呗 行子舟 嘴角微勾 往前迈步 沈荣儿接触到大家的目光 也站起身走了出去 这个要考察的 不仅是闻香食药 还要考察一个人的记忆力 小樱桃也走了出来 待会儿 我给你们分别闻完十种药 你们要将十种药闻出来 记下来 最后写下来 明白没有 嗯 沈荣儿点头 可以 行子舟 垂眸看着自己小娘子 蒙眼 小樱桃一声令下 一家丁一个丫鬟 分别给行子舟和沈荣儿 蒙住眼睛 两位参赛选手做好准备 比赛准备开始了哈 小樱桃左右看看两人 一摆手 开始 先来闻第一种 家丁和丫鬟 同时拿起自己一旁的 第一个盒子 打开 放到两位参赛者鼻尖前 完毕 请关注一刀酥酥的圈圈 有更多福利 等你来拿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